欢迎来上游政治,我是齐耀 那这里要提前祝贺这个国阵 成功赢下了波朗埃这边的这个补选 为什么讲是提前呢 因为现在时间8点05分 那还没有这个正式的成绩宣布 但是呢,根据Astra R1E这边的报道呢 这个国阵是以接近3000张这个多数票呢领先的 那接下来开的这个票数呢 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这一个选举结果 他顶多就是这个多数票多还是稍微少一点点而已 但是按照这一个情况下去呢 国阵在这一次波朗埃选举应该是赢得相当的漂亮 那为什么不要等到正式成绩出录才讲呢 主要就是因为等一下我是必须要出门的 所以呢,就干脆提前来祝贺一下 那对于这次的这个补选呢 我觉得应该或多或少有印证到所谓我下午讲的 当然啦,我不是什么先知什么 就刚刚好猜中而已 我只是这样子想啦,OK 就包括了有几点原因啦 第一,波朗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靠南部的 这个蓬衡地方 那我们知道说伊斯兰党的这个实力 越往南呢,就越难攻下 这是其第一点啊 靠近西东坡也靠近雪兰的这样的地方 那第二点就是在波朗埃这一边呢 有非常多国阵的这个定存 就是这个肯直明区 这些地方也是相对来讲 这些国盟难以攻克的地方 你也看到说他们在这一些 所谓的Felda开这个讲座的时候是非常尴尬的 因为没有人捧场 大家都是非常怀念这个国阵时期对他们做的这个贡献 这也是其中一点 当然最后一点呢 这次的这一个胜利啦 也证明了 其实西蒙加国阵的这一个组合 OK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 他还是有真相的加成在里面 OK So再次的恭喜 这个国阵 而也代表说呢 这次国盟的这一个计谋没有得逞 OK 因为你看得出国盟是多么的渴望有这场胜利 当然第一点是对他们整个军心有很大的鼓舞的效果 所以他们才会一直是说呢 可能营养就要这个横横中要变天啦 然后讲就是各种各样 他们希望借助这个补选呢 去向这个用什么名声客气什么去制造出 现在其实广大的这一些人民 尤其是马来人民 都是对这一个团结政府不满 但是到最后呢 这个没有成功啦 我相信对他们俩是相当台湾话叫烙馈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觉得这次的补选呢 有两样事情啦 如果到最后 我真的要马后炮讲说 这为什么这个国盟在这次的时候 不能成功的搬到这一个团结政府 马后炮啊 那我觉得两样事情 第一点就是 包括他们很熟悉的这种打法 宗教的打法 然后呢去顾伍说 他们要走更保守的一个打法 在这一个地方 一个靠近吉隆坡 靠近雪兰河这样子的地区呢 是很难有其成效的 所以其实呢 你看到国盟 他们从北部四周要特地 前往这个蓬衡南部这边打 其实是有非常局限的这个效果 所以这也是其中一点 值得信心的东西 也就是至少这个绿巢呢 是止于只是北部那边而已啦 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呢 一直往下延伸 像是干嘛玩附近的地方 我们接下去也要看那个地方 会不会受绿巢的影响啦 那我要讲的更着重的是第二点 就是哪怕是现在团结政府 可能民生的课题做得不好啊 然后呢 像杂西的案件 大家都很不满意 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忘记看回 国盟他们的这一个表现如何 因为看待这个政府 其实朝野都要看 当然我们看了这个灾草了 坦白讲我觉得民生课题 确实有非常多人不满啊 街坊你看到民调你也看到 但是国盟这一边呢 有两点啊 第一点是其实以他们之前的 这一个pract record 像是慕尤丁上台什么 大家也见证到说呢 人民都高举白旗什么 所以他们其实在处理民生课题上 并没有非常显著的让人体现出 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除了派遣啊 就是那一个他们之前 COVID的时期呢 不停的让大家提领KWSP 但是那样事情其实是两极化啦 当然有人会觉得很好 很怀念阿爸 但是也有人会大力的抨击 知道这不是长远之计 OK 那另外一点就是 其实现在国盟在做这一个反对党 其实我觉得做的也非常的不好 非常的不理想 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他们 即使是在团结政府做的 可能不怎么样的状况底下呢 他们也很难继续拿下选票 OK 其中几点我举例了 包括他们在国会里面 像扎西的这个事情 其实比较畜生的是像是 Muda他们一直去抨击了 到底这个团结政府 他们有没有落实 他们应该有的这个改革措施 国盟这边是比较少 去进行这个攻击和施压的 第二点名声课题 其实他们有不停的去重复 但是他们自己作为反对党 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替代的方案 可以提出来 因为其实最重要的 人民并不是只想一位的你去踩团结政府 更重要的是要做比较 如果到最后你没有证明说 你比起这个团结政府来得更加有效率 来得更加的好的话 那其实人民也找不到这个理由 会去支持你 在这里我是站在反对党的这个角色去做 然后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国盟在于很多政策上的这个议题上 似乎不能很好地挑起 这个团结政府的这些矛盾点 还是挑起他们的软肋进行这个攻击 OK 其实有种种的议题 比方讲说 这个国会的这个改革 我们提过的 还有包括比方讲那个禁言的这一个法令 其实这些比较细节化 然后真的是有关系到国家发展的议题 我真的是比较少听到国盟提出这样子的案例 那其中意味着我只是觉得阿兹敏 他在这个雪州这边成立了这一个所谓的他们版本的影子那一个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不错 就是说雪州这边开始有这个监督的声音 但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听到有任何就是所谓有很针对性的去挑出毛病 然后给出替代方案这样子的一种措施 以至于说其实在很多这一些像比较靠近城市 或者是脱离了一些比较不注重所谓宗教的地方呢 国盟是很难立足他的这一个脚步的 也意味着其实他手上的牌很多就是所谓的这种情绪牌 或者是种族的还是宗教的这种牌 那其他的地方呢只要那个地方那个地域性呢 没有并不是那么的受用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打得比较辛苦 如果你要我从这一个这样子的成绩里面呢 去归因的话那我只能够这样做 当然了这当然是我的一番马后炮了 但是以这样子的成绩来看呢 当然了整体来讲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至少证明了绿潮并没有往南部去侵蚀 那这也给了整个团结政府比较多的这个空间 至少没有那么的压力继续去推动他们应该做的事 但是记得 你如果继续做不好 如果你继续竞争保守的话 那个压力是迟跟早的问题 迟早有一天呢 你也会被人民唾弃的 所以在这边下一个警语 不要被一时的这个补选胜利冲昏了头了 ok 那我要出门了 so就这样子 我们明天下期见 拜拜